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人口约为745万 香港人口平均年龄为34岁 从年龄分布图上可以看出 中年人占据人口多数比重 香港是排名世界第四位的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139人 19世纪的香港还只是一个人口稀疏的渔村地区 如今的香港 已发展成为金融中心与国际贸易港口密集的大都市 香港的货币单位是港币 港币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1港币 0.8343人民币 为便于计算 您可以取证为0.8元 香港应作为对外国人生活费用极高的城市而世界闻名 美式咨询于本年度6月份所发布的结果显示 香港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球生活费用最高 居住费用占比很大 为使大家对香港物价水平有一个直观了解 下面我将用巨无霸指数来予以说明 所谓巨无霸指数是指按照全球各地 麦当劳巨无霸价格差异 来对相应地区的经济物价水平 进行比较的一个指数 香港的巨无霸指数为2.64美元 香港生活物价水平比韩国更低 香港人均GDP约为48,675美元 主要讲粤语 不过自1883年起 与香港官方语言英语一道 随着对学习普通话的风气普及 故而香港人也大多监通英语和普通话 大家猜猜在香港最具人气的爱多美产品都有哪些呢 香港爱多美自开业以来 排名前五的产品 牙刷 牙膏 医生菌 厨房洗涤剂 维生素C 卫生用品与健康食品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更好的在香港经营爱多美 我们需要了解当地的消费动向与趋势 疫情给所有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香港也盖莫能外 疫情下新的需求不断扩大 由于众多企业按照香港政府要求 实施员工在家办公这一措施 造成对资料共享、信息安全、网上会议 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各种软件服务的需求增加 提供视频流传输与管理软件服务的美国企业 Panopto表明 自新冠疫情爆发后 较至去年来自香港地区的产品咨询 已增长约百分之一千 因疫情肆虐 香港各处学校已进入停课状态 因此好多家长都为子女购买了 可居家学习的网上教育软件 网上学习辅导服务平台 After School的会员人数 较至去年已增加50% 实际使用人数达到4万人 视频课程销售额也上升了70%至80% 呈大幅上扬趋势 由此可见 现在的香港 网上教育模式已普及化 香港会员在经营爱托美食 都会使用WhatsApp和Zoom 中国香港市民自疫情爆发以来 开始大量购买湿巾 漂白剂 洗涤剂等个人卫生用品 Ori所发表的调查资料显示 个人卫生用品的网上授庆比例 自WHO宣布国际紧急事态之后 再次呈大幅增加趋势 其中有以洗手液的售金比率 呈持续上升趋势 香港中小餐厅联合会代表人表示 自新冠疫情以来 大部分餐饮业界的营业额 等于下跌80%至90 遭到重大经济打击 香港消费者的外出就餐行为 大幅减少 转向外卖或在家吃饭的次数 也大大增加 购买以包装食品的频率 也同样大为增长 超市中 加工食品的销量 呈持续上升势头 加工食品的销量 虽大幅上升 一般消费者 却仍然一如既往地 非常关注健康饮食 轻易不会选择 产有大量调料 或含有刺激味道的产品 如今 香港佩戴口罩已然日常化 香港女性由于 长时间处于化妆后 佩戴口罩的状态 往往不时发生皮肤上的过敏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 化妆品业界纷纷展开活动 大力推出可避免产生皮肤问题的 各种抗敏护肤 以及保湿产品 位居香港化妆品界 业界绑守的莎莎 已在购物网站上 新开设防疫专区一栏 专门归纳出可防止并解决因佩戴口罩 而出现保湿过敏等问题的各种产品 香港最大的购物网站 HKTV冒下 化妆品分类 Top10显示含有茶树金融成分的靠敏产品 占据其中大半比重 因此我们相信 爱多美经典五件套 爱多美爱斯洛特真言护肤系列 心血草舒缓系列等产品 都会受到香港市民青睐 从而具有市场竞争力 如今香港已走向零接触消费模式 通过在线购物等电子商务形式 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者 呈大幅增加趋势 尤其新冠疫情 导致香港电子商务订货量 急剧增长 并且因为香港消费者 消费习惯的变化 2020年香港电商的营业额 上涨10.3% 相信今后 香港的电子商务 将依然保持高速成长的势头 伴随这种趋势 香港爱多美的发展前景 也将会无比光明 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资料显示 2020年香港健康食品市场规模 预估额为 110亿6500万港币 今后4年将继续保持 3.8%的年增长率 预计2024年将达到 127亿5600万港币的规模 整个健康食品市场 购买比率显示 香港市民所购买的维生素 与一般补品占据53%的比重 草药与传统产品则占据37%的比重 线下约有350万香港市民都在摄取健康食品 这个数值较至2014年度增长率 几近30% 中国香港既拥有世界上最为自由的经济体制 同时又深受绅士之国 英国文化影响 故而极为重视各种商务礼仪 在香港经营爱多美食 应注意的五大商务礼仪 首先就是赠礼 香港对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极大 赠人贵重礼物反而可能导致出现对经营不利的情况 少量水果或零食足以表达我们的善意 不可赠人钟表或刀具 因为它们意味着与对方绝交 较之单数香港人更喜欢双数 因此在礼品贱数 礼金额数上 双数才是合乎礼数的做法 第二就是着装 中国香港与韩国一样 非常注意着装的时机与场合 尤其在双方首次进行商务会面的场合 若以衣冠不整 蓬头购面的形象示人 就容易给对方种下一个缺乏教养的印象 因此若与人初次见面或商务会面等场合 请尽量身着西装或干练整洁的衣服 穿着上要讲究得体 第三 非常重视守时观念 在香港的公务 商务场合上 极为重视遵守时间 因此 约定时尽量留下一个充裕的时间 或者尽量在赴约之前提前出发 第四 纠缠习惯 香港与韩国不同 它们并不喜爱辛辣的食物 所以若宴请香港的商务伙伴就餐的话 最好选择西餐或中国香港本地饮食 除此之外 在餐厅就餐时 应尽量选择清淡口味的饮食 在餐厅选择套餐菜肴时 会点八道以上的菜 像七道菜的套餐一般只会出现在殡仪馆 就餐点菜时需要注意 要么八道菜以上 要么六道菜以下 第五 签约时注意事项 在香港 人脉关系是无法保障经营上的成功的 香港人拥有强烈的万事以契约为中心的商业精神 因此撰写合同后 未从根源上防止出现双方误会 事先应仔细检查合同条文 彻底分清商务与私人关系的界限 力求与商务伙伴建立一个坚实的信赖关系 在香港进行经营活动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 小费文化 受英国文化影响 中国香港也讲究小费文化 香港大部分餐厅都会将服务费寄入餐费 以并予以结算 我们若初次去香港餐厅就餐 结账时往往会惊讶于实际餐费 比锁点的菜单价格高出一节 是因为餐费里已包含10%的服务费的缘故 一般来说 小费约为消费金额的10% 不过像麦当劳之类的连锁快餐店 是不存在小费这一概念的 但即使处于已支付服务费的环境中 有时我们仍会疑惑 到底该不该另付小费呢 其实此时不付小费也无妨 一般留下一至二港币作为小费 是香港人常见的礼仪 除餐厅之外 还有哪里是需要另付小费的场合呢 是哪里呢 酒店宾馆 酒店住宿费用中 虽然已包含服务费 但对搬送行李的门童 清草客房的客房女服务员 或向前台人员有所个人托付时 另付小费不是为一种好办法 至于小费的金额 其实并无一个明确的限度 在香港一般会付5至10港币 多则20港币 因为酒店费用中已包含服务费 故而无需另付小费 但若想获得比一般客人更好的服务 或另有所托时 则可试图另付小费 以表示谢意 好 前面所谈的就是 于2020年10月份开业的 爱多美香港法人公司 以及香港市场的一些情况 预祝今后 身处于商业贸易中心地的 爱多美中国香港分公司的 全球爱多美会员们 得以早日走向成功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大家再见